无论是东航的波音737还是科比的私人飞机 如果飞机失势往往无人幸存 民航飞机上为什么不配备降落伞 让乘客跳伞逃生呢 民航不配备降落伞完全是因为救不了命 民航飞机为了稳定 一般在平流层也就是一万米左右的高空飞翔 这个高度在跳伞领域 已经是专业人士都难以尝试的高空跳伞 更别说让非专业的普通乘客来尝试了 随着高度的升高 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 大气温度和高空含氧量也变得越来越低 想跳伞得先打开飞机舱门 但是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就如同中国鸡让利眼的一样 内外的压力差会瞬间把乘客吸除飞机 乘客会同时面临空气压力 低温解冰和难以呼吸的困难 这三条例随便一条 就能瞬间让乘客们饱受碎残 即使克服了这些困难 真跳了伞也会面临被卷进螺旋机的风险 在今年5月 韩国一架从几州飞往大丘的飞机 还在高空飞行的过程中 舱门突然被乘客强行打开了 狂风涌入 机舱里马上响起巨大的风声和乘客的尖叫声 场面非常可怕 虽然飞机马上紧急降落 没有发生悲剧 但还是有9名乘客 因为呼吸困难被送进了医院 而且 飞机失事往往都是一瞬间的事 还伴随着无法预测的起火和爆炸 在乘客们心欢意乱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时间 让几百名乘客穿好降落伞装备 学习跳伞知识 在冷静地一个个跳伞 万一发生空难了 乘客有没有幸存的可能 坐在飞机的哪个位置最有可能保命呢 22年3月21号 东航MU5735科级 在广西的一座山林内坠毁 还引发了熊熊山火 遍地烧焦的残骸 无一不宣告着飞机上132人全部遇难 难道飞机失事就注定无人生还吗 飞机失事死亡率很高 但也不是说全无幸存可能 因为飞机的失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而达到无人生还的境地 往往是因为高空爆炸 或者飞机坠毁在开阔水域 飞机坠毁 多数发生在起飞或降落阶段 乘客并不会因为撞击而死亡 夺取他们生命的 往往是火灾和有毒的浓烟 一旦起火 大火会在90秒内席卷整个集藏 18年7月 在墨西哥杜兰戈州 飞机在起飞后突然急速滞落 引擎掉落 飞机失火 幸运的是 99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 全部在着火前逃离飞机 最终竟用10人受伤 英国民航局还真的研究过 飞机上哪个座位最安全 他们委托格林威治大学 对105次飞机坠机与火灾事件中的 2000名幸存者进行了调查 总结出了一张飞机座位安全概率图 其中 机舱前端 机舱中部靠近过道 以及机舱尾部的生还概率较大 因为这三个部位都是靠近出口的位置 在飞机逝世的逃生黄金90秒内 最有可能先逃出机舱 但遗憾的是 实际上每个区域的生存概率差距并不大 具体情况还得取决于飞机如何撞击地面 所以 究竟哪里最安全 实在说不上 民航飞机不配降落伞 没有绝对安全的位置 那么 民航飞机靠什么保证旅客安全呢 纵观100多年航空发展史 其实 是一个安全系数逐渐提高的过程 为了确保安全 民航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乘客高空跳伞不可行 那么 给飞机装上降落伞可不可行呢 目前整机降落伞 虽然仅仅在轻型机上得以应用 但大客机有另一种保护伞 失速改出伞 当飞机进入失速状态时 气流分离操作异常 为了飞机的安全稳定 失速改出伞弹出 利用惯性和反送用力 强迫飞机低头或者抬头 回正飞行姿态 并恢复气动特性 可以帮助飞机脱离恐怖的失速状态 恢复正常飞行 20年6月 国产大飞机C919 10101驾机 失速改出伞试飞圆满完成 证明 失速改出伞是可行的 飞机在空中爆炸 是最严重的飞机灾难 乘客在空中大铁笼里 无处可逃 如何防暴是唯一解法 英国谢菲尔大学开发了一种 能安装在行李箱舱内的防爆内衬 飞弹 轻薄高耐力 还抗热 可以有效防止炸弹和爆炸装置 所引发的爆炸 除了硬件靠谱 软件创新也在及时更进 今年6月 西安机场开始实行全新的 航空自愿报告系统3.0 鼓励从业人员 自愿报告与飞行安全有关的各种事件 把潜在飞行安全隐患 扼杀在摇篮之中 提高飞行的安全水平 相信了这些黑科技 以后坐飞机会越来越安全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